好另外再看到花莲区域立委候选人张美慧 近日展开密集的扫街路口的拜票行程 就连晚上也不松懈 这次是来到了玉里最热闹的夜市 逐一向摊位以及逛夜市的大小朋友来打招呼 那么集中火力拼南区选民的支持 立委候选人张美慧近日展开密集的扫街路口 拜票行程就连晚上也不松懈 这次来到玉里最热闹的夜市 逐一向摊位以及逛夜市的大小朋友问好 集中火力拼南区选民的支持 选战进入倒数的30几天 选情加温 那美慧在我们竞选团队的一起陪同之下 我们其实会在各乡镇这样子的扫街跟拜票 也来这边跟乡亲肯托 花莲区立委有周玉梅参选 以及五党籍许愿神 民进党张美慧 国民党傅昆席总共四人参选 呈现蓝绿对决 张美慧是现任现议员 也是目前绿营在花莲最具实力的政治人物 这次来到南区送出印有可爱小狗的环保袋 希望大家重视流浪全貌议题 那这边也恳请所有乡亲能够支持张美慧 进国会让花莲改变 让花莲不一样 我们让花莲会更好 那恳请相信把这个神圣的一票 都给张美慧 让我们一起改变花莲 翻转花莲 在上个月成立竞选总部 民进党政部总统参选人赖金德 肖美慧都现身助讲 是肖美慧回台后第一场浮选活动 备受关注 也为张美慧在这一次选战 带来加成效应 记者高双双 玉璃震采访报道